大家好 我是Spark 作为一个股票投资者 我们经常会问的问题是 这个股票价格合理吗 到底可以买吗 现在应该卖吗 这个就需要讲到这个 股票估值法啦 所以接下来我会推出一系列 关于股票估值法的内容 希望我有这个经历持续的去制作 因为这个系列其实是很烧脑 还有很烧后期的动画制作的 所以求赞助 那我们第一个要跟大家分享的 估值法就是一切一切的基础 本益比估值法 那你知道什么是基础中的基础吗 那就是广告啦 我们需要资本的力量 来做出更多更好的内容给大家 这里就是一个广告位置 希望各位金主爸爸来我们这里投广告 请Email到这个邮箱来联络我们哦 希望在下个影片 可以在这里有一个广告上录制我们 我会先跟大家来讲解 什么是本益比估值法 再来解释它的原理 再来跟大家分享 在实际的投资中怎么样运用 那要理解本益比估值法之前 我们要先理解 什么是本益比 本益比的英文叫做 Price to Earning Ratio 股价除盈利的一个比例 它其实就是一个比例 那比例这个东西 当然看那个数据是没有什么意思的 它其实是让我们用来比较的工具 给大家一个实际的例子 比如说这里有两家的咖啡店 A咖啡店一年赚10万块 B咖啡店一年赚1万块 而A咖啡店的标价是100万 而B咖啡店的标价是50万 如果你是一个投资咖啡店的投资者 请问哪一家咖啡店比较便宜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用到 本益比这个工具了 我们可以拿它的价格 除以它的盈利 我们就可以算出 这两家咖啡店的本益比 我们可以看到 B的本益比比A的本益比高 这个代表什么呢 我们可以从本益比知道 A的这家咖啡店比B便宜 为什么呢 A咖啡店虽然它的价格比B高 但是它的本益比比B低 本益比如果越低 就代表越便宜 因为这个代表 我们在用更低的价格 来买入同样的盈利 10的本益比 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 我们在用10块的价格 买入1块钱的盈利 50的本益比就是用50块的价格 买入1块钱的盈利 所以本益比的作用就是 让我们可以快速的 来跟其他的投资来做出比较 到底哪个投资比较值得 本益比越高就代表越贵 本益比越低就代表越便宜 本益比这个东西 基本上你不用用手去计算 你只需要打开谷歌 然后搜索股票的名字 你就可以直接看到当下的一个本益比了 那本益比估值法 就是利用本益比来帮我们做估值 实际的用法 就是用本益比来帮我们判断说 一只股票到底是贵还是便宜 本益比高就是贵 本益比低就是便宜 上面说的这些都是理论承认上的东西 实际的投资中我们要怎么样应用 本益比估值法呢 刚才我已经跟大家解释了 本益比这个东西 它是一个比例 最重要的用途就是 用它来做比较 那现在的问题就是 我们要拿什么的本益比 来跟什么本益比来做比较 才能知道这个股票是便宜还是贵呢 那不同的人就会有不同的使用方法 而我就要跟大家分享 我平时是怎么样子在我的投资中 用本益比估值法的呢 主要有三种方式 第一是跟无风险收益做比较 今天我们可以把投资都想象成 买入一只会升金蛋的金额 我们投资就是为了那个金蛋 也就是所谓的收益 不同的金额就会有不同的收益 我们的目的当然是希望可以用最少的资金 买到收益最多的金额 所以我们首先就要有一个比较的基础 那就是最稳定的资产 这个可以是定期存款或者是国家债券 因为这些是百分之一百稳定的投资收益 也就是我们所谓的无风险收益 举个例子 如果定期存款一年的利息是2%的话 我们就可以用这个定期存款的本益比 跟我们要投资的股票的本益比来做比较 定期存款的本益比怎么算 2%的利息的话就等于我们投资100块就有2块钱的收益 所以本益比就是50 如果今天我们投资的股票本益比也是50的话 相较之下放定期存款可能是一个比较值得的投资 因为无风险的回酬跟有风险的回酬都是一样的价格的话 那当然是拿无风险的回酬 这个是第一个比较的方式 第二个比较的方式是 跟行业的平均本益比来做比较 它的原理就是 如果是同行业的公司 他们的本益比应该是差不多的 所以如果那个股票的本益比 比它所属的行业平均本益比低的话 它就是便宜 高的话就是贵 实际的用法很简单 我就在Google搜索Industry Average Facebook 就可以看到答案了 脸书的本益比是27.5 行业平均本益比是26.9 如果用本益比估值法来做估值的话 我们就可以说 脸书的价格是接近合理价的 没有说特别便宜 也没有特别的贵 第三个方法是 跟自己过去的本益比做比较 就比如我们可以看到 脸书过去几年的本益比 都是在30左右的一个本益比 而现在27.5的本益比 就跟过去的本益比差不多 那假设脸书的本益比 现在是20的话 使用本益比估值法 我们就可以说 脸书价格是属于便宜的 值得买入 以上就是三种 使用本益比估值法的使用场景 我们先来讲好处 使用本益比估值法最大的好处就是 简单方便 基本上我可以在30秒内 找到一家公司的本益比 然后利用它来做估值 因为我只需要在谷歌上搜索这个上市公司的名字 就会看到它的本益比了 就可以用它来做估值了 那它的坏处呢 就是因为它太简单了 本益比基本上用到的东西就是这两个数据 股价跟这个盈利 而这两个数据只是这个股票一个时间点上的一个数据 它的这个盈利 一般上用的是过去四个季度加起来的盈利 如果我们只单看这个盈利 我们就忽略了很多盈利相关的信息 比如说 可能这个盈利里包含了一次性的盈利或者是亏损 也忽略了这个股票过去的盈利和未来盈利的成长 或者如果我讲得更直接的话 本益比股指法的怀手就是 它忽略了盈利的质量 我们不能从本益比里判断到这个股票盈利的质量 这个也是它最大的限制 变成说 如果有时候我们看到有些成长股 它的本益比是在50 我们用本益比股指法来看它的话 就会觉得这个股很贵 但是我们没有看到的是 它的盈利的质量 和盈利未来有多少的成长空间 这些其实我们都应该把它放在股指里面 我们简单的来复习一下本益比股指法 本益比股指法用的其实就是 本益比来帮助我们做股指 而本益比就只是一个比例 来帮助我们跟其他的资产来做出比较 比较看是便宜还是贵 那我也跟大家示范了实际的 一般上我会怎么样使用这个本益比股指法 第一就是跟无风险资产做比较 第二跟行业的平均本益比来做比较 第三是跟自己过去的本益比来做比较 然后使用本益比股指法的好处就是 简单方面 那它的坏处也是因为它太简单了 而忽略一家公司的盈利的质量 最后想大家说的是 虽然本益比股指法有它的限制 但是它是一个让我们学习 股指法很好的一个基础 当你明白了本益比股指法了过后 你会用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待股票的事情 你不会单只看它的价钱而已 而是开始从盈利跟价钱的一个比例来做判断 这个是一切的基础 剩下的我们要做的就是用更多的工具 来理解盈利的质量 这个大家可以关注我的频道 我会制作更多香港的影片给大家 也希望我们可以找到赞助 这样我们有这个经费做更多的内容给大家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了 谢谢大家看完这个影片 在下个星期五 我会跟大家分享 女性应该如何理财 如果想要看到的话 记得订阅关注还有打开小铃铛 我们下个星期见 我每个星期五晚上7点都会上传一个关于投资理财的影片 如果你不想错过的话 记得在我的脸书按赞 然后按优先关注 如果你想要关注我的私生活的话 就记得去follow我的instagram 谢谢大家看完这个影片 我们下一个影片见咯